Hello,大家好,我是东南 欢迎来到零下56的一分钟小课堂 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是访问签证 也就是说什么是visit visa 顾名思义访问签证 你进入加拿大理论上来说 是不进行学习或者说工作的 当然了,如果说你免费的为别人工作 或者说义务的为别人工作 不要钱的为别人工作 这个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学习是少于半年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平时可能听说一些 比如说旅游签证 或者说探亲签证 或者说陪图签证 其实这些在官网上都没有 它特殊的申请通道 我们在官网上只有一种 就是说visit visa 也就是说访问签证 所有的这些除了学习和工作之外的 这些签证都归为访问签证 也就是说visit visa 这里想请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学习和工作 你除了签证之外 还需要一个permit 也就是许可 访问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许可 只需要visa就可以进入加拿大的 我是东南 爱你们下期见